嗨,大家好,我是阿雄 最近一段时间口罩特别难买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用手边的一些材料和工具 来制作一个应急的口罩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吧 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口罩 是由两层无纺布和一层过滤纸制作而成的 而我们生活中又能接触到很多 由无纺布材料制作的物品 比如说无纺布做的购物袋 食品袋,种植袋,收纳袋等等 所以我想到在实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家中现成的无纺布材料 来制作应急用的口罩 制作这个一次性应急口罩材料非常简单 只需要四根橡皮筋 一个无纺布袋 像我这个无纺布袋比较薄 所以我用的是两层的这个结构 尺寸是30厘米乘以30厘米 然后可以根据头的大小进行一些尺寸上的调整 还需要一个定书机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再拿一个这种铁丝 这里面是有一根铁丝在里面 好,接下来开始制作了 首先我们把它对折 出现一个折痕之后 再折这样四分之一 然后把这个折回去 我们现在借住一个夹子把它夹住 把这两边夹住 然后这一边也是一样的 折到当中之后再折回来 再拿两个夹子夹住 然后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就可以把夹子取下来 然后再这样翻一翻 这边是这样翻过来 然后最后对折 用手用力压一下 好 你先把 先把口罩放一边 然后 接下来是橡皮筋 把两个橡皮筋 像这样把它连在一起 用力拉一下 是这样 把它连在一起 这用力拉一下 好 接下来在这两边 我们把橡皮筋套进去 然后这样折过来 然后这样折过来 折一下 那定书机把这个定上 需要用点力 好 这一部分也是 橡皮筋套上之后折过来 然后定书机 把它固定一下 然后在这边打开 这样一个口罩就做好了 然后如果你有铁丝的话 可以把铁丝 伸到里面这一层去 到铁丝的部分 这一部分 就是套在鼻子上的 戴的时候呢 先把一边套上 然后按住鼻子 再把另一边套上 然后调整一下 好了 这样就完成了 虽然它的防护等级比不上N95 但是在家里没有口罩 或者口罩用完的情况下 做一个备用 还是绰绰有余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好运 拜拜 戴上之后的效果 大概就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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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